樓市官網氣氛濃厚 影響買家入市信心 有心急業主洩漲離場 火炭進警員最新年六兩宗成交 其中一個高層三房戶 原業主急於套現 以1100萬元賣出 持貨四年賬免慘虧400萬元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霍柏鴻表示 進警員八座高層市室 實用面積990方呎 三房間隔 放盤開價約1200萬元 二價後減價100萬元 或8.3% 以1100萬元沽出 拆價11111元 新買家為用家 據了解 原業主2018年以約1500萬元購入上述單位 持貨約四年 賬免競蝕約400萬元離場 該物業期內貶值約26.7% 若連同其他洗費計算 料實涉餘482萬元 該屋苑另一中城交涉 及九座低層壓室 實用面積974方呎 三房間隔 中原地產副區域營業董事梁廣誠稱 最新以1060萬元轉手 赤價10883元 教員業主2014年購入價約935萬元 約8年時間賬面升值約125萬元 或約13.4% 九龍灣淘大花園也出現涉釀個案 里家各地產高級聯席董事鮑穩中雪 淘大花園M座高層四室 實用面積322方呎 兩房間隔 10月底放盤叫價538萬元 放盤約兩星期 獲買家以478萬元承接 教叫價低60萬元 或11.2% 尺價14845元 原業主於2018年6月以約600萬元購入單位 次次轉售賬面競洩約122萬元 或20.3% 此外 長益地產高級區域經理王慶德指出 屯門風景園5座高層8室 實用面積301方呎 近日以386.8萬元逆手 尺價12850元 黃慶德透露 原業主因為移民而減價沽貨 買家為區內上車客 原業主2018年以448萬購入物業 現轉手帳面選手61.2萬元 幅度約13.7% 不過 大角咀為港灣10座中層日室 實用面積457方呎2房戶 本月上巡原售740萬元 廖屬屋苑同類單位近7年伸低 市傳業主獲令一組買家欺購單位 中培定重售以780萬元沽貨 賣貴40萬元或約5.4% 赤價17,068元 原業主1998年以298.2萬元一手購入上址 賬面賺481.8萬元或約1.6倍 市民總緣 市場公開 市場公開 市場公開